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今天清晨的六点多 312国道跟七乡河路路口 一辆白色小轿车跟渣土车迎面相撞 正当交警处理事故的时候 开小轿车的女子忽然就向车窗外撒了一大把的钱 记者到达现场时 涉山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增援 小轿车和渣土车迎面停着 小轿车引擎盖撬起 车头严重受损 而地面上竟然有不少百元大钞 民警一边将女士撒下的钱一张一张捡起来收好 一边着手处理志气 奇怪的警情 这位女子随后关上车门 趴在车窗边哭了起来 旁边的渣土车司机一脸的郁闷 这位女子身上没有酒味 但是语言混乱行为怪异 民警怀疑她可能是吸食了毒品 出现精神异常 经过劝说这位女子终于下车 平均我自己赚钱的能力 五千块钱我给你买两个苹果 而且还砸一个苹果 随后民警将这位女子带到派出所 在询问室 民警用测试仪器对女子尿样检测 此时女子情绪稍微稳定一些 她说自己是从镇江开车过来的 一路长得红的 不是一个红的二百块吗 给了呀 民警表示排除毒嫁之后 交通事故将移交给交警处理 派出所也将通知女子家属来接她回家 生活当中有一些不顺心不如意 这很正常 俗话也说 人这一辈子不如欲试 十之八九 我相信这位女士一定是遇到了 让自己气不过的事情 但是这种举动实在是太过激了 先是撞车 然后又撒钱 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也扰乱了社会秩序 现在就得好好地冷静冷静 想想看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